阿布都卡蒂尔亚弗权的审判被推迟 中国当局已参与恐怖主义活动罪指控维吾尔舆论领袖阿布都卡蒂尔亚弗权 并要求土耳其政府将他引渡中国 2月12日在伊斯坦布尔第29法院进行的审判中 法院裁定以不允许被告人离开某地的方式继续执行司法控制决定 多位律师参加了庭审 亚弗权通过视频参加审判 到场的证人说 亚弗权没有参与任何恐怖主义行为 没有进行任何恐怖活动 并警告如果亚弗权被遣返给中国可能遭到处决 最终审判被推迟到5月3日 以消除不足之处 17名澳洲维吾尔人被中国当局拘押 近年来已有17名与旧澳大利亚多年的维吾尔人回东托厥斯坦探亲时 被当局监禁在监狱或在教育营里 旅居澳大利亚的维吾尔维权人士诺尔顾利沙乌特收集和提供的有关信息 在回东托厥斯坦探亲时 被中国当局在家软禁和监禁于在教育营的17名旅居澳大利亚的维吾尔人中 15名为澳大利亚永久居民 两名是持有配偶签证的居民 《我也是维吾尔人》亲属要求当局公开失踪家人下落 海外维吾尔团体周一在社交媒体上发起了《我也是维吾尔人》的活动 得到了众多维吾尔人响应 他们纷纷发文要求中国政府公布被关进在教云的失踪亲属的消息 他们表示中国官方发布爱一提的生还视频给他带来的灵感 希望通过《我也是维吾尔人》的活动对当局发难 俄罗斯将测试脱离全球互联网 俄罗斯正在考虑是否要短暂脱离全球网络 作为测试网络防御的一部分 俄罗斯安全理事会召开会议指出 西方国家发起网络战的可能性越来越高 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成极大威胁 尤利亚我会收回可利米亚 乌克兰祖国党领袖尤利亚金莫逊克表示 如果当选总统将收回被俄罗斯吞命的可利米亚 他说我们不仅会收回被占领的可利米亚和敦巴斯地区 而且还会将俄罗斯作为一个占领国起诉 以此来弥补我们国家遭受的伤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